陸中華覆蓋塑膠布中間黏了一袋藥劑 高雄林姓除蟲業者 替客戶以零化鋁薰針除渡蟲 結果客戶一家四口卻因此中毒 四歲小女兒多蟲器官壞死不治 除蟲業者被一過失致死罪起訴 一審判刑兩年 零星業者最初辯稱有告知客戶至少三天不能入住 但證人指稱業者只說不要觸碰施工區域 沒說不能留在屋內 法院認定屋主若是有被告知不能留在屋內 且用的是劇毒農藥零化鋁 怎麼可能全家還會待一整夜 因此判處業者兩年徒刑全案還能上訴 驅蟲造成致命跟藥劑成分很有關係 在使用當中印到水 然後再使用它會產生有毒氣體 它是會是這種劇毒的氣體 它會導致切氧多重器官衰竭 包括呼吸衰竭 心臟衰竭 腎臟衰竭 零化鋁是一種高毒性農藥 只限定用在骨倉倉庫鋤鋤 而且施作人員必須有技術證照 五天後才能靠近 我們都使用一打鞍的成分 它之所以不會有味道 也不會對人體呼吸道會有影響 其他業者指出 零化鋁不應該使用在室內 若要除渡蟲 目前只有這種叫做 易達安德沙蟲藥劑符合法規 雖然效果屬於漸進式 但安全性高 呼籲無論是除蟲公司還是客戶端 不該為了塑效而違法使用劇毒藥劑 避免造成遺憾 進行為林靜頓捷採訪報導 大載靜新網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靜好新聞 請問我